大家好 我是阿粉絲雲豪 因為剛剛從比賽回來 少年知名在中國回到新加坡 所以其實一直很想就是 用直播的方式跟大家說話 然後溝通 但因為在新加坡的關係 就無法直播 所以我決定就是用這個視頻的方式 來跟你們說話 然後前幾天在微博上 我就發了一個文 要大家留言 就是想問我的問題都可以寫在下面 然後我都把問題看過了 但是因為那個視頻時常的問題 那可能今天只能回答一小部分 然後之後我再找時間 把那些沒回答到的問題 再來補充給大家 然後因為這個問題 其實挺多都是重複的 所以我就會把它都一次過回答 然後我已經把你們問的問題 就是寫下來了 好,所以現在我們來開始回答問題了 第一個問題是 T.Y.Mark 休息時追了什麼劇 有無… 等一下我再翻譯一下 休息時追了什麼劇 有無推薦聽了然後還會再參與拍劇嗎 拍劇 現在其實我休息的時候我都就看 因為我之前都喜歡看Netflix 就是那個那段時間都無法上Netflix看戲 所以回來就把之前沒追完的劇都看完了 比如說Money Heist 還有那個Lucifer之類的都看了 然後我也最近就是回來之後有時間我也看了 這就是街舞3 覺得很好看 就是非常喜歡那個 炮王家和那個張立新的戰隊 嗯 然後 我 以後還不會參與拍劇嗎 拍劇其實是 就是我一直都有興趣做的一件事 只要我有機會的話我都會去嘗試 所以 希望之後會有機會就是參與拍劇吧 然後下一個問題 是一顆魚豆腐豆腐 一顆魚豆腐豆腐 問的問題 哥哥平常有什麼愛好呀 我平時嗎 除了跳舞唱歌畫畫呀 我也其實挺喜歡就是打遊戲的 就是 DOTA你們知道嗎 就是DOTA一個一個類似英雄聯盟的一個遊戲 但是我 其實是從去去少年之明到現在都 就是在少年之明的時間都沒機會 會玩遊戲嘛 所以現在回來的時候其實也是已經 嗯 沒有那個愛好了 就 就可能玩一局就不想玩了 嗯 所以那個是我其中一個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其實也很喜歡彈鋼琴 就有空的時候會 就是彈一下就 感覺就是 心情會挺好的 然後 還有再來我也喜歡就是看人家 在街上看人家逛 走來走去那種 people watch的那種感覺 就 蠻好玩的 對 這個問題是 老柯少女黏黏子 老柯是什麼呢 好 老柯少女黏黏子問了 小英 什麼 做防曬呀 新加坡都是大日天 可是你好白喔 小英覺得 和 鄭軒軒弟弟怎麼樣 對新加坡其實真的是大日天 像現在你看其實那個燈光就是非常亮的 是我的房間窗口的燈光 然後新加坡就是一年四季都是熱的 所以其實真的是很曬 但其實我 我不做任何防曬的什麼 我也知道就是說 就是要照顧皮膚 就一般出門都要查防曬 但我可能 對於這些事情比較懶 然後就從來沒做過這些就是防曬的一些管理什麼之類的 都就這樣出門 然後其實從少年之命回來就會稍微比較注重這些事情 就會比較注重這些事情 然後就會想要多照顧自己的皮膚 因為年紀也不小了嘛 但是就是 就是我也沒什麼能夠分享的 因為我並沒有了解到這些防曬的東西 或什麼品牌什麼的 就白 我可是我好白 對那個是天生的吧 就我的家人都挺白的 我覺得鄭宣弟弟怎麼樣 鄭宣真的是一個很有趣的人 一個小孩 因為其實鄭宣 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在那個封閉訓練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認識到鄭宣 因為當時我們都是只能跟自己的 就是觸臺的主人接觸 跟其他人都就是我們都是戴著口罩 然後不能夠有任何就是交流 然後一開始就是我們 學那個開場曲的時候 主題曲的時候 就有分班嘛 然後我跟鄭宣的那一組 就是同一個組 我們都是在一起一個組學習 那個主題曲的 所以當時就有認識到他 就覺得這個人挺有意思 因為他就是外表靜靜 但是他其實個性很好玩 然後就非常有趣啊 我覺得 山宮的時候有機會跟他合作的時候 就覺得他真的是 就真的很獨特吧 就真的是像他每次自我都知道 就奇奇怪怪剛剛尬尬 剛剛尬尬的一個小孩 就你不知道他下一刻會做什麼 就可能躲在衣櫃裡面啊 還是突然間靠著牆站著 說他的就是要糾正那個駝背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人很有意思 然後後來我在住的那個酒店 我們換房的時候 我就換到他的房間對面 所以當時我們就 去玩得很好 就會常來我房間 有時候來我房間說 你房間的燈光 那個太陽很好 就來吸收太陽 就反正正宣弟弟他就個性很特別 我覺得 然後很逗 所以我覺得他很有趣 很喜歡這個孩子 好下一個問題是 對不起我都需要翻譯那些名字 因為我不想把你們的名字念錯 是 是安奈娜 是安奈娜 是安奈娜問的 可以分享一些話嗎 或者喜歡畫風 色什麼 分享喜歡的歌 哇好啊可以啊 其實在這裡就有 我等一下拍給大家看 那我現在拍給大家看 我畫了一個米奇 老鼠 呵呵 之前就說米奇毛 然後很多人摸我們說 做米奇毛是吧 現在我糾正過來了 米奇老鼠是我 用油畫畫的 還有這個 都是我畫的 然後 就比如說這個 像不像我呀 就是我做的一個 一個設計的一個 一個東西嘛 然後給大家看一看 嗯這些這些都是之前就是 在讀大學時候畫的一些東西 這個就是用筆畫的 檸檬微甜1118 檸檬 不是是檸檬嗎 怎麼是檸檬呀 檸檬微甜1118 小英有打算和少年之明里的朋友們聚會嗎 我非常想啊 其實就是 我離開少年之明 其實就是很難過的一點 就是因為 我人是在新加坡嘛 那可能大家就是節目結束之後 很容易就是安排一個時間聚在一起 然後就 就可以一起吃飯聊天什麼 但是我一直 當時很難過 因為覺得一回來新加坡 就會很難有這種機會 跟大家聚在一起 所以其實 因為非常珍惜 就是在少年之明 這個半年 認識到的那些朋友們 就非常珍惜 所以就會很希望能夠跟他們多聚 但是因為距離的問題嘛 但是我們還會是在微博 微信上聊天 所以還挺好的 然後我 我離開 中國的 最後一晚 就是我一開始本來就是找了俊榮 還有鄭宣 就是一起 一起 出來吃一個晚餐 就是晚餐 後來很多人都來了 就包括子余呀 李浩呀 陳一辰呀 新海 都來了 而且子余是就是 臨時看到我已經發 就是朋友圈的時候 再來問我說 欸 你要走了嗎 然後就特地就是專門下來 就是跟我一起聚的 所以就是 很感動 然後就 很希望還能跟大家多聚吧 但是就是 目前在新加坡沒辦法 然後希望疫情結束之後 還是之後 再來中國有什麼工作機會 然後就可以跟他們一起聚 聚在一起 Ariana 在派對對不對 印象最深刻是什麼 派對對不對 印象深刻啊 是 因為我們有逃跑嘛 不是那集會拍那個 逃離牙齒鋪 所以那個還挺好玩的 就是 大家鬼鬼祟祟那感覺 讓我感覺 讓我感覺回到 就是很小的時候 就是可能十多歲的時候 那種刺激 不得被老師 或家長抓到這種感覺 所以那個還好玩 有一天我們就是 那個 我們拍完那個 逃離牙齒鋪的 我們去海底道 吃了一個晚餐 吃宵夜吧 然後我們吃了四個小時 我覺得當時就是 我第一次跟一個公園舞台的組 就是真正坐下來 然後安安靜靜的就 有那個地方跟那個時間 去坐在那邊 就是真正去聊天 然後 互相認識 然後 說一下自己一些故事 所以當時我覺得 我們 我們那整組的那個默契跟友情啊 就在那一碗 短短的一碗裡面 就變得好很多很多 所以我覺得那個 對我來說很深刻 那個那一碗 嗯 下一個問題是 田吐儲 田吐儲藏館 田吐儲藏館 哇這些名字都很有創意耶 然後 他問的是 哥哥後期有什麼安排嗎 會發十八 等一下喔 這個我要翻譯 發十八公格自拍嗎 十八公格自拍是什麼呀 是不是就是 十八個我 那個 是有這樣子的東西嗎 我等一下 錄完視頻 我會去了解一下 然後再看是什麼吧 嗯 然後 之後有什麼安排嗎 其實現在回到新加坡 因為我 我需要 因為我需要隔離嘛 新加坡回來需要隔離 所以 我剛剛隔離結束 然後 最近都是在休息 其實在休息 因為畢竟半年了 其實真的是很累 然後我身體也累 心也累 頭也累 啊 就 比較多是休息 而且 比較多是在跟 啊 家人朋友們 就是 就是聚在一起 因為很久沒見到他們了嘛 所以 最近都是在做這些事情 然後 後來有什麼安排呢 其實我已經開始就 抓回節奏 就是開始練習 然後開始就是 唱跳啦之類 然後 其實 回來新加坡之前 我去北京 然後也去廣州的原因 就是 主要是因為去面試 然後去面試了 兩個不同的節目 呃 你們應該知道是什麼節目吧 然後 就是 現在只是在等 呃 面試的成績 呃 所以 希望 面試順利 然後希望就是 十月 好像是十月份 會知道成績吧 然後 如果 呃 成績好的話 那 可能就會 過一個月 兩個月就會回去中國 然後準備 上節目 所以這是最理想的安排吧 那 目前在新加坡也是 就是會 可能 呃 世系啊之類的東西 但最理想的還是 就是 自己最想要的那個安排 還是能夠就是 呃 面試成功 然後回去中國 嗯 所以如果一切順利的話 希望就是年尾 也能夠在中國 遇到大家 所以 我們手指 就是 debut 然後,下一個問題 形容你在少年之明的室友,俊榮 俊榮呀,其實很奇妙,因為我在1月1號的時候 然後,少年之明的編劇來新加坡,採訪我,見我 後來我從他瞭解到,也有另外一個新加坡人要上節目 所以就一直在想,到底是誰呀 但是他們又神秘,不說是誰 所以去到那裡的時候就發現,原來是俊榮 而且我之前在新加坡有看過他的視頻 只是不認識他,所以會有一種親切感 因為畢竟大家都是新加坡人 然後後來,一開始我是跟輝仔是室友 然後出舞台之後才換去跟俊榮 然後跟俊榮是一個四個月的室友 然後俊榮一開始可能就比較安靜吧 因為我們兩個可能就比較慢熱 所以一開始也沒什麼 但是就會有共同話題,因為就是新加坡的東西 但後來就是我們會玩得很好 而且就是,我覺得其實很開心俊榮是我的室友 因為很多時候就比如說想家還是什麼 就可以有一個人跟我一起分享 我們會說,啊你回到家裡第一個想吃的是什麼呀之類 還是也可以用我們母語就是英文溝通 其實是挺好的 所以俊榮就像是一個,一個就是同個家鄉的一個弟弟吧 所以跟他在一起的四個月還挺好的 07號郵電員 07號郵電員問的是 小英最近過得怎麼樣呀? 在少年之明和奧斯卡有沒有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 我最近過得很好 就是,其實有一點不太習慣 唯一不好就是,其實少年之明下來之後 我一直有,就是睡覺的困難 就是可能半年了 然後,節目一結束之後 就突然間是自己個人住的 就會有一點,沒適應過來 然後會有一點孤獨孤獨的感覺 所以,而且腦袋會一直在想很多東西 所以其實,下節目之後到現在都一般 很難睡著 都會凌晨五點這樣之類才會開始困 對,可是我一直在想辦法把它倒過來吧 所以,除了那個睡覺的問題 其實都過得還很好 就是,休息我也覺得休息夠了 然後,也真的非常開心 就是能夠跟家人跟朋友 好朋友們就是花時間 因為真的很想他們 和Oscar有發生什麼樣有趣的事情嗎? 其實Oscar呢 因為我是在事工Oscar,跟Oscar合作的嘛 但在事工前我就已經認識到Oscar 因為Oscar,他是那個Brasilien的passport嘛 所以,其實好幾次大概有五六次吧 我們,我,他和俊榮 我們三個都會去做那些簽證和護照的一些問題 所以,也去過那個Embassy 也去過好幾次那個警察局 然後,也去過什麼法務 什麼東西處理一些 就是每次,我覺得有趣就是 我是在那個情況下認識到Oscar的 因為,因為我們都是 不是中國的那個護照嘛 然後,就會面臨這些問題 然後,每次一去就可能在那邊待 大概,大概上四個小時 就處理一些這些護照的一些 面對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還挺有趣的 就是,我跟他第一次認識的時候 就是在警察局交流的 所以,我覺得還挺有趣的吧 4月18 4月18是你生日嗎? 好,4月18,Al問了 好,4月18,Al問了 來啦,平時無聊時會幹嘛? 有沒有推薦的書或電影? 對不起,這個人真的是很不愛看書 電影嗎?其實我會比較喜歡那些喜劇的電影 老柯少女黏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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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了一個問題 小英在長沙最喜歡的食物是什麼呀? 和超文弟弟是怎麼樣認識的呀? 呃,我最喜歡的食物呀 其實最喜歡喝的我能夠回答 就是我真的很喜歡喝茶言月色 因為我其實之前在新加坡我非常喜歡喝奶茶 而且可以是每天喝一杯 而且一定要是有珍珠 所以就是臉會胖就是因為這樣子吧 然後茶言月色是唯一第一個讓我 就是可以不用喝珍珠 但是還是會很想要去喝的一個奶茶 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歡茶言月色 跟超文是怎麼認識的呀? 因為其實一開始超文 他是我的一個出舞台隊友的室友 所以就有聊就是有認識到他 然後之前就是我們在出舞台的時候 都是一個同個選管帶的嘛 然後我記得第一次就是跟他有交流 就是我在跟那個在走廊上跟選管說話 然後他跑出來了也要找選管 所以當時就說 哈囉哈囉你好我是誰我是誰 所以當時就是這樣那樣的情況下 認識到超文的 在封閉練習的時候有個考核 然後剛好他們的組是在我的組前面 然後我跟我的隊友會議在我們去偷看了 然後就看到那個他們的表演 就覺得哇好好看 就對這個組他們玫瑰少年的組 就對我我就是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一開始就是義工的時候 要填那個理想型那個隊友表格的時候 我就把他們三個的名字都寫在裡面了 對所以 呃 義工的時候就會一直很 就一直在爭取說要跟他們在一個組 然後後來就他也選了就是我去他的組 所以就是在這樣子的情況下認識到超文的 愛喝奶茶的瑞娜 愛喝奶茶的瑞娜你好 你的問題是可以推薦好吃的新加坡菜嗎 呃 新加坡呀 其實我喜歡吃的東西就是那幾個吧 就我比較喜歡吃就是一個叫做 嗯 就是炒果條 然後福建麵 然後雞飯 嗯 而且我吃雞飯的時候我就非常喜歡吃 就是有那種脆皮豆腐炸豆腐的那種 就是一起吃 所以這幾個我覺得就是 如果你有機會來新加坡你都要試看 這幾個我會比較推薦 嗯 挺多人問到我幾次回中國 所以我只能說就是 其實真的非常想念中國了 而且當時我離開的時候我真的很不捨得 就很不想 雖然非常想家 想家人朋友們 但是就 畢竟在那裡生活 大概七個月嘛 就會很捨不得 而且在中國有很多美好的回憶 所以非常想快點回去中國 但是就是在等節目的消息吧 所以希望 會拿到好消息 然後我就能夠回去 太陽突然間好大 然後就能夠回去跟大家見面 我希望年底就能夠 然後回到中國吧 然後下一個問題 以至於胖林 你記住我中文ID了嗎 哈哈哈哈 還有我最喜歡的長沙 哪種好吃的 我當然記得了呀 我記得了 我記得了 我最喜歡長沙好吃的東西啊 就是茶葉月社和小龍蝦 這兩個是我喜歡吃的東西 陳尖滋爾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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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想聽小音唱派對 對不對 啊 我好像看到好幾條 都有人說想要聽我唱這首歌 是吧 那我就唱吧 但其實這首歌 我也有點忘記歌詞了 好來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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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抢个心扉听了乱嘴 身边拿着他们彼此的嘴 现在总的没有转位的主位 这排队对不对 大用心成早点会加碎 这排队不太对 好,就唱到这里了 我有一只猪丸镜 我有一只猪丸镜 猪丸镜是me ball 那个吃的 我有一只猪丸镜问我说 小英哥每天都会去练习室练舞吗 现在吗 回来新加坡后之后没有 因为第一就是新加坡之后 我其实真的是 就是在找机会休息吧 因为真的是很累 然后但是最近都开始有赶上节奏 而且我都是在自己家里面练 因为我把就是 这是我房间 然后这个门后外面就是我的练习室 就是我把他一个空间改造成 就是装了那个那个叫什么 镜子 装了镜子 所以就是练习都是在这里外面练的 对 新加新加 聊聊悟空传 悟空传呀 悟空传是我 我们在《少年之名》第一场公演 所以其实当时压力非常大 而且那时候就是我进港之后 我其实一直觉得自己实地不过好 所以可能很快会被淘汰 然后对于悟空传我就会非常就是很害怕 他会是我最后一个舞台 那节目没给我们听就是那个改编后的悟空传 他就是给我们听一点点 然后可能20秒然后他就放了一个版 然后给你看这个歌是比较偏向就是表演啊还是Vocal还是舞蹈 然后当时那个版的设计可能不太好 身为一个设计师我就觉得那个版的设计真的是不太好 然后我们就大家都看错了 因为那个歌是比较偏向表演跟舞蹈的 所以我们就选了那首歌 然后结果选了之后的几天后 都一直有就是节目组的比如说导演还是老师来跟我们说你们怎么选这首歌 然后就后来才了解到其实那首是一个Vocal的歌 也就因为这样其实我们压力变得更加大 然后就是有那种被人家不看好的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样就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认真 然后应该是那场公演就是加息最多的一组吧 因为那个编排的关系就是因为一开始可能他们是想要做Vocal 但后来看到我们就是组内的六个人都可能比较Vocal 也不是非常有实力 所以就把就是节目组很有心 他们就把那个整个东西改编了 然后就也加了一个小Dance Spring的一段 后来呈现出来的表演大家看到的都是可能百分之五十都是我们自己编的 就连队形啦跟一些动作啦 还是这边想要传达的是什么东西之类的 都是我们跟老师坐下来一起讨论 然后一起编排的 所以我觉得悟空转后来拿到第三名的那个 我们大家都非常感动也非常开心 小小Kiki她问的是你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吗 什么是你最喜欢的颜色最喜欢的食物最喜欢的电影 呃我还有我还有一个妹妹然后我妹妹小我两岁 但她呃两年前结婚了 然后我在少年之名的时候就也是几月了 应该是四月还是五月的时候生了孩子 她第一个孩子她有一个儿子了 然后我一开始就以为因为一开始以为可能 呃节目结束会是六月嘛 就会说啊我可能可以再赶回来看她生孩子 或是或是呃庆祝孩子的满月 到后来我回来的时候孩子都已经三个月大了 嗯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 然后其实说说我不喜欢的颜色吧 就是我去少年之名之前啊 我非常非常不能接受紫色 就是也完全不会我的就是衣柜里面或房间 我任何用的东西不会有任何的紫色出现 就是唯一一个不能用的颜色 然后就连我做设计我都会尽可能的不去用紫色 因为不太喜欢 但后来去少年之名之后可能就 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改观了就感觉变了一个人 就对紫色还挺喜欢的 然后就觉得其实紫色挺好看 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趣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下一个问题 11好多一啊 怎么样能保持自己不被外界的一切打 有打有吗 打扰对不起 怎么样能保持自己不被外界的一切打扰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大家都会面临的东西吧 而且我也觉得没有 就是我也没有太多能够分享或教大家的一个就是答案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在人生中 他时不时会一直出现的一个一个问题 嗯我个人啊当我面对这问题的时候我会就是静下来 然后因为我会思考很多会想很多 然后我会用那个静下来的时间去问自己 其实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对于自己就是能够带来快乐的东西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对生命的观感不一样 啊但我的呢就是挺简单就是我觉得生命就是很 你不能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快乐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我对于就是我的生命的一个想法 所以当我有时就会很明确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那就会调整自己的心态来尽量不要被这些就是外界的东西打扰 嗯我觉得这是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应付的方式吧 所以你得去找一下自己就是看待事情的一个角度 你得先自己去了解 可能可以给一个小小意见吧 可能就是永远要记得自己的初心 然后嗯什么东西让你快乐 然后你做一件事情是为什么 然后当你很明确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可能你就会比较内心比较强大 就不会太过在意这些东西了 应该是这样子 奶油小小小方 她问的宝贝在上年知名收获的很多朋友 跟朋友之间有什么有趣的事吗 嗯其实真的收获很多很多朋友 我真的一开始没想到会就是会认识到那么多人 呃然后会跟他们就是感情那么好 有趣的事情真的其实好多好多好多 但我觉得就是串房然后在他们房间点外卖 然后有时候就是能点外卖的时候呢 就我们就会故意点的超级超级多 就连点的时候知道自己吃不完 但是就是还是会去点 然后一起一起在房里吃火锅 而且火锅不能吃嘛 但就是我们会偷偷吃火锅 然后安保会来敲门就是闻到味道嘛 还有有时我换了房的时候 就可能去博宇他们房间睡 然后不想回房间 就想跟他们多花一些时间 然后安保就一直在敲门一直在敲门 然后博宇他们就会把我骗说我在上厕所 我觉得挺有趣的 就感觉是一个小孩子会做的事情 然后我都已经29岁了 其实没想过这种东西会让我很兴奋很好玩 但结果就是反正是很刺激啊 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 对 Hinyang107问我最想念中国的什么 最想念中国的什么 说实话其实中国对我来说 就是因为我毕竟在中国的那段阵子 都是一直在节目里面嘛 所以也没太多机会去真正去逛中国啦 或是真正去了解比如说中国的一些历史 还是文化的一些东西 所以有点可惜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想念中国的很大的一个东西就是 就是那边给我的温暖 因为我在中国真的非常非常幸运 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个人 就从 就从 选手到工作人员到 母后的人到化妆老师服装主 还有就是一直支持我的你们 都给我的那个爱跟那个照顾跟热情 是我没有办法去形容的 所以我回来就很多朋友都问我怎么样怎么样 我只能就是很开心他们说 就整个经验都真的很宝贵 但我也不能就是 没有办法真正去跟他们分享 我感受到的一切 你知道吗?所以就 我最想念的就是 最想念的就是 在那遇到的太多的好人 太多对我 就是 就是对我 这么说 这么说 让我很感动很心动的 每个人 那是我最最最最最最最想念的 所以不能说就是 想念他的食物或什么 就是一种感觉 一血压成起 好 他问我的是 你喜欢粉丝为你做什么呀 呃 说实话 我想分享一个东西 就是 其实我去中国之前啊 我 对粉丝这两个字 没太多的理解 我一直都觉得粉丝就是 可能给你点赞 跟就是 关注你的 的一个 一群人吧 到后来去了之后 才了解 原来有什么分 什么粉头 然后 呃 后援会 之类的东西 而且就是 在新加坡可能粉丝 就真的会比较 嗯 害羞吧 所以也不会太过擅长去表达 他们的 对一个人的喜欢或支持 但 去到中国我就很 会很惊讶 一开始就 欸原来就是 会 这些人 这么 这么 勇敢的去表达他们喜欢 他们对一个人的支持嘛 所以当时就有点惊讶 就觉得很奇妙 然后 当我收到就是第一个 粉丝写的信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感动 然后 渐渐开始一点一点点 就收到越来越多信 所以我能说 我最喜欢 的 就是收到 手写的信 我收到卡片 我会非常认真的读 然后 然后 很多卡片很打动我的一点 就是他们会说 我变成一个 一个版样 就是他们看我坚持 他们也觉得 他们要在自己的路上坚持 我觉得真的 真的非常打动我 其实我 有一次看了一封信 就是写着 他本来就是 也想要放弃自己做的事情 但是 看到我就是在努力 然后 也就是 影响他 就是要多加油 不要就是随便放弃 然后当时我记得 我读完那个信的时候 然后 我是在房里读的 然后就流了眼泪 因为我 其实从来没想过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能够 能够变成 人家 其他人的 在生命里的一个正能量的榜样 所以这真的是很感动我 嗯 其实也因为这样 让我更加就是 更加坚强 就是 我觉得我不是在 为自己就是 战斗 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一个 互相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非常喜欢 就是粉丝能够给我这种 能力 嗯 然后 他也问到了 你不喜欢粉丝 说什么 做什么 其实也没遇到什么 不喜欢的东西吧 但 嗯 可能有一点就是 因为我也从来没想过 有粉丝或后援会这些东西 但当我了解 还是看到 比如说公演的时候 嗯 很多 就是人会为我投票 然后就很辛苦的 一直在怎么样 帮我 就是安利 然后做一些首服 或是那些大大的那个东西 海报什么的 嗯 我也不能说不喜欢 但是我会 我会受影响 我会有一点 就心痛 就是 嗯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节省的人吧 所以我也不太爱 就是花钱这些事情 所以当我看到就是 他们为我做这些事情 但我会觉得说 这些钱就是花了 就拿不回 所以会觉得一点 不值得 嗯 所以就会 可能就会 担心 就会担心就是我 我对粉丝们给的负担 嗯 还是很感谢就是 花了这些钱 然后 嗯 反正就是生活费啦 花在我身上 就 会让我有点 嗯 难过 嗯 但是 就是也要借用这个机会 跟大家说是谢谢 就是真的 先回答到这里吧 因为我已经回答挺多了 然后也挺多人问到说 诶 想要听我介绍的歌 跟最近喜欢的歌 还有 嗯 听我唱一首歌 好 现在我要唱的歌 就是叫做 与我无关 然后 因为我才刚刚就是 认识这首歌 所以歌词还不太了解 嗯 不太会 所以我需要看拼音 所以我就唱一个副歌给你们听吧 好 多灿烂 却与我同爱 然后可以跟大家用直播的方式见面 然后我相信那样可以更加好的跟你们交流 然后也非常希望就是十月份拿到好消息 然后能够很快的回去中国跟大家见面 好 那就先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